啊 怎麼睡不著 怎麼那麼難睡 為什麼我的彈簧床的彈簧 離我的背這麼近 剛剛收到的內衣跟內褲 他們的東西很好看 然後也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Tiger就要做自己的女生的東西 我覺得他會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改善 他們不夠好的地方 然後做成一個我們Tiger自己的東西 現在是下午3點了 這是我的第一餐 OMG 吃下去超好吃的 為什麼現在才吃第一餐 我今天一早起來 9點多起來 就開始忙一些有的沒有的 為了今天的食物 然後在那邊備料 所以我今天準備要做燉牛肉湯 牛肉湯會比較花時間一點 一邊備料然後一邊處理一些最近新家的東西 我剛才訂了餐桌餐椅 然後還有我弟弟要的辦公椅 還有我自己的化妝台的椅 然後我次幫我弟訂這個 跟我自己一樣的這個辦公椅 是蠻好做的 我在淘寶上面買了我們的餐桌跟餐桌的椅子 然後要付款的時候我發現我已經沒有人民幣了 人民幣被我花完了 於是我就找了一個 之前在建工認識的一個 算是台商吧 因為他 在大陸做生意 所以他會長期的會有很多人民幣進帳 然後他會需要換成台幣 就跟他約在那邊跟他換錢 他長期會需要很多人民幣 所以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或許可以幫忙簽一下線 現在吃的這一餐就當作空腹有養後的第一餐 剛才回來路上來去買菜 反正整個超級多事情超級匆忙 然後現在吃完這一餐 我等一下要去把今天的食物給處理出來 這道菜每次在試菜的時候 我就覺得 OMG我怎麼這麼會煮 超級好吃 好吃到哭出來 這道菜真的我覺得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但是由於呢 我現在在我爸媽家 你們看後面有多少東西 等到我新家的廚房 已經可以開始做菜的時候 我到那邊拍這個製作的影片 或是教學的影片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因為太好吃了 來了 煮太多了 走開 吃吃肥子 剛剛吃一個太飽了 我現在超級脹 超級想要躺下來睡覺 可是沒辦法 我跟我弟我媽要去一個地方 喔 忘了說 昨天呢我們去看了床墊 朋友推薦了一個床墊 台灣六十幾年的一個老品牌 叫做德泰 欸是叫德泰嗎 叫什麼 我忘記了欸 對應該是德泰啦 然後那間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台灣有百分之八十的飯店 都是用他們家的床墊 我們昨天去他的專賣店看 那邊的床墊我一坐下去 那不是應該要給三十年後的我做的嗎 三十年後的我躺的 就整個太硬了我不喜歡 不過他們有幫一個美國的品牌代工 叫做Myside Myside我就覺得超厲害 他們有分非常多等級的床 而且更厲害的是他們有一個儀器 你躺下去之後 他可以測量你適合的種類 跟你適合的等級 他們每一個等級裡面 還有在另外分成四個軟硬度 然後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幫你在一張雙人床墊上面 做兩種不同的軟硬度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幾八分跟我睡同一張床的話 他那一邊就要支撐性比較大 可以支撐犀牛種類的物種 那我這邊就是你知道小瘦子一支 所以呢 我有在考慮Myside 但是我覺得床墊這種東西 也不是什麼便宜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多看幾家比較一下 我是想看獨立桶加乳膠 獨立桶加乳膠 你呢? 我也是啊 好啊 愛學 你們只有這一款喔 還有幾家款 我們順序錯了 試了美國品牌的床墊之後 剛才試了每一張 沒有一個喜歡的 而且我連昨天晚上 在家裡睡覺的時候 都覺得 怎麼睡不著 怎麼那麼難說 為什麼我的彈簧床的彈簧 離我的背這麼近 然後就感覺到我自己的 背是長期的 因為床的可能支撐度不夠 然後就會讓我這樣 有點拱背吧 然後圓肩的感覺 然後就讓我會 腰痠背痛 睡覺起來的時候覺得 肩頸背那邊超級 這是蟲嗎? 肩頸背那邊 就超級緊繃的 哇好可愛的小狗 老實說 我沒有很喜歡的家耶 我應該是 不會買他們家的床墊 覺得可能是順序錯了吧 我們先去看了一個 美國品牌 然後這麼舒適的床墊 然後再去看別的 真的都看不上眼 而且我記得 他那個等級 大概等級8到等級10 那個躺下去 你就覺得 你自己自身那種 頂級奢華的 8星級飯店的感覺 超舒服 但那個對我來說 超過我的預算太多了 所以我應該是會看 等級4到等級6之間 然後 我月經來 現在 好累好疲憊喔 我覺得我需要吃一點甜食 來看看 有什麼可以吃的 哇 巧克力 這是 陶媽媽送我們的 Goliva巧克力 我需要補充一點熱量 還有花生糖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太過分了 過年我已經吃掉三盒了 超肥 但是超好吃 想要再來喝一個拿鐵 但是現在已經很晚了 所以我要選一個 低咖啡因的 低咖啡因的 低咖啡因 知道我覺得 月經來唯一的優點是什麼嗎 唯一的優點就是可以 睡得很沉 睡得很熟 睡得很香甜 因為我實在太嘴慘了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 零脂的牛奶 再不用就快要過期了 用它來做 簡易版的布丁 我用回波爐 花了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做成布丁 我現在等它涼 然後把它倒在盤子上 我給我